哎呀哎呀我的天 早上五点天不亮就走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哎呀我跟你说 你先拍照那个急行不行啊 你老伴丢了你不着急啊 我跟你讲那家老迷丢了啊 我真比你都着急 我老伴丢了你着什么急啊 你看你看 你自己身体什么样你不知道 你老着这个先机老着这个先机 孩子们不都出去找去了吗 可是我这身体我出不去 孩子们不都出去了吗 都撒出去了 一会就找着了 你不都是还给发的朋友圈了吗 发什么非许的朋友圈了 怎么了 我刚把这消息发出去 上来一百多个点赞 哎呀妈呀 最可惜还有人给我发的首歌 什么歌 叫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现在乱七八糟点赞 这颜色哎呀我呀 我说你白色 哎呀你别打这个瞎熟 你你趁着体格比我还好 你帮我出去找找你行不行 行啊 弄了就像他老伴教我给弄跑了死点 哎呀妈呀 小剑 爸 哎呀 爸 爸 爸 找到没有了 哎呀我妈常去的超市 广场商场都没有 都没有 你妈怎么去的地方是河边 河边她去了 河边我去了 石头我都翻了遍了 等会等会等会 你找妈你翻什么石头啊 你找妈你还是找蛤蟆呀 你爸 是这样 他们说了今天啊河边妈没有去 爸 爸 爸 我回来了 找到这儿 亲大姑拔大姨看到她那些老闺蜜家 我全聚了 没有 那全是否呢 别跟我提她 我正找我妈的回头一看她没眼呢 哎呀我妈你看啥这活干的 妈没找着老公还正丢了 爸 爸 找着没有 文化过老年活动中心我都找遍了 没有啊 广吧 KTV游戏厅都没有 那是你经常流窜的地方 你上那老剧团那院探着你啊 去了 前年就罢了 爸 爸 我回来了 你算是我说找着了 找着了 在哪儿找着的 我报告刘警官了 这事我给刘警官说 刘警官一会儿就来 我明白了 你妈这就是成心跟我较劲的 你看见没有 他走的时候 他连手机都没拿 这是成心让我找不着他呀 哎呀爸你别急啊 爸 你今天是不是又惹我妈生气了 我就没惹她呀 你们好好想想 你们今天谁惹妈生气了啊 想想 前世凡 没没 是不是你也不生气了 啊 对 就是你 就是你 肯定我二五 哎哎哎 怎么一惹妈生气就是我呢 一家俩女婿咱俩 啊 有句话说的好 张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说的是我不是你 肯定是跟你生气了 你说平常跟他妈说话啊 除了要钱你没笑过 我笑还非得让你看见呀 哎我还就看见了 哎就是前天早上起来跟妈说 妈妈我想换个手机行不 妈说没钱 你看他那个死处 哎 啥意思你呀 这说妈的你提我干嘛呀 就是你 哎你 你倒不知道 是不是昨晚你跟二驴子吵架了啊 哎哎哎哎 我俩哪天不吵啊 早上是亲话事爱 对啊 不吵架拿啥锻炼身体啊 你也有知道啊 你跟二驴子不是商量着吗 想要在郊区再买套房子 还说要搬出去住 我看就这事刺着妈了 就你气的 你气的 你气的 肯定这是 什么买房子 我哪有钱买房子呀 再说妈也不知道这事啊 哎呀 妈肯定不知道吗 哎哎哎 刘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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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着急啊 范婶啊 算不上失踪 这样抓紧时间 我了解一下情况 哎哎哎zn 范婶 今年多大年龄 生日是哪天 她是 啊我妈 今年六十 六六十几来的吗 六十 哎 哪天生日来着 你问我干啥 我也没想到 你还是问我吧 您说 她妈是1955年 3月6号生的 1955年 三月6号 对呀 二驴子 你怎么忘了 记不住你 你还说我 你记得 哎呀 行了行了 别吵了 听刘警官 哦 范叔 范婶出门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 哎呦 好像是白套裙 不对 紫色外套 不对 应该是白套裙加紫色外套 哎呀 都别在这儿瞎摸了 还是您说 背心裤衩 爸呀 你是不是急糊涂了 哪有穿背心裤衩的呀 早晨五点嘛 我一醒 我在被窝里碰着的他 哎 刘警官 那还有别的吗 比如照片什么的行不行 我先问一下 范婶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特征 有没有 哎 有啊 特征有 我妈妈是最漂亮的妈妈 对 我妈妈是最善良的妈妈 我妈妈是最慈祥的妈妈 你现在她是夸她有用吗 人家问题是特征 对 特点 看来啊 你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典型的 有 就是后金山谷那儿有个雾档 哎呦 不是谁 我妈 谁有 要不她小名怎么叫点背呢 停了吧 爸呀 后金山上有个雾子 谁能看得着啊 对对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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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别说了 还是像老大说的啊 有没有照片 照片有 各个年代里都有 太好了 就在抽签里锁着呢 我现在还有别的 你现在那个抽签锁着呢 拿钥匙开呀吧 钥匙在你妈身上呢 爸呀 你这么等于白说吗 哎呦 你这么急 哎 对了 手机里应该有 快快 这对了 手机里有没有 哎呦 我这儿还没有 我这儿 我这儿也没有 这手机上有 哎呦 这儿 我们俩谈了爱是不是照着呢 你看树莱小镇 这很冷淡 那哪行啊 你靠这个找 那刘景光得穿越回去 哎哎 我这儿有一张 这上咱们一块吃饭 想不让你照的 你看我大姐手里拿着大螃蟹 你拉走 我大螃蟹正好挡着妈的脸 你要照这个找 就找到海鲜市场去 行了 我这儿有 哎呦 真大 顺风啊 你这儿有啊 我给妈照过一张正面的 哦 传身的 立功了 立功了 过期了 打不开了 哎呀 你说我每次回家 我第一句喊的肯定是 妈 我回来了 妈妈 我回来了 你说我真爱她吗 啊 妈妈找不着了 问我生日我不知道 问我什么特征我也不知道 就连那手机里 连一张我妈的照片都没有 其实以前妈在家的时候吧 在我耳边听见老的 我都烦死了 我就恨不得妈 哪天不在家的时候 耳根清静一点 可是妈不在了 你说我这心里 其实咱们不是今天 把妈给丢的 咱们早就把妈给丢了 是啊 以前妈妈在身边的时候 咱没觉得妈妈多重要 可是现在妈不在 在身边了 才觉得妈有多重要 你说你们吧 天天在朋友圈里边 晒照片 谁晒过自己的妈妈 等妈妈回来 我一定好好疼疼她 等妈回来 我一定跟她说我爱她 等妈妈回来 我一定好好抱抱她 亲戚她 哎呀 这好几十年了 我天天说 我惦记她 我了解她 今天这一看呢 好 算白跟我过了 这好几十年了 哎 你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 手机里 连一张妈的照片都没有 你把你手机拿出来 我看看你妈长得啥样 惭愧啊 我也没有 行了 我想起来了 刘警官啊 啊 这儿有张全家福啊 对对对 哎 这行 这就是我老汪 这我拿走了 大伙放心啊 范叔你放心 我一定把范叔给找回来 谢谢你 不用去了 你这还没回来啊 谁呢 着急吧 我还跟她说 万千四刻就得隔壁老汪 来吧 咱就怎么着急了 慢点 回来了吗 哎呀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你啊 别说了 别说了 急着我们了 你说你怎么不拿个手机呀 你说你走了 怎么不告诉我们 一声 你还回来干啥呀 你把我急死就完了呗 啊 我才走一天 你们大伙就都想我了 看来 我在这个家 凸显出了非常重要 老头子 瞅你那样 没啥事 这不是早晨吗 起来我上咱们花园小区去锻炼去了 就碰着你张婶来 你张婶说呀 那郊区有一块地 有野菜 那包饺子才好吃呢 我就跟她去了 人家家人口少 挖点够树了 人家就走了 我现在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那挖少了 到时候哪个孩子吃不饱 妈心不疼吗 所以我就在那多挖了一会儿 结果就把时间给忘了 哎呀 抬头一看呐 那搬车也没了 我就到那村子去了 正好有一个小伙 赶那鼓动那农村开的那个 蹦蹦蹦蹦蹦 三绿蹦的去 我就跟人说呀 孩子你送大姨一趟 哎 人家二话没说 开车就送我 我回走 结果敢走不到家 敢走不到家 我说小伙 你把车停下 我下车打听打听 我说那个沈阳 那幸福小区在哪啊 人家说啊 幸福小区在沈阳啊 我们这是法库啊 怎么就 把道走岔了 就耽误时间了 才回来 到才到大门口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扶着大门那篮阁 我给他喘气 哎 正好碰着田笨笨来 这孩子从大门口 一直把我背到咱楼跟前 哎呀 谢谢啊 谢谢啊 这范奶奶啊 为了给你们包饺子 都累坏了 是啊 我这脚脖子都肿了 为了口吃的 你值吗 咋不值啊 老头子 那张婶说呀 就今天这日子 孩子们肯定得给咱们 送老多老多礼物了 你说我这当妈的 裁点野菜 给孩子们包点饺子 不也是我的心意吗 今天啥日子啊 母亲节 今天是母亲节 我咋不知道呢 我也没注意啊 我也忘了 那你们给妈准备礼物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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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答案呢 行了 现在准备礼物肯定来不及了 听我的 我喊一二三一块说啊 一二 妈 妈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拉倒饭 别说了 赶紧摘菜 蒙饺子 等会等会 爸爸 今天咱们家人最全了 对 我提议 咱们再照一张全家福怎么样 好 你帮个忙 给我们拍个照片 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 站好了站好了 喊一二啊 一二 天哪